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这一节的学习呢 我们刚好也来学一下看这种图结 咱们一般如果买编织书的话呢 图结呢都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图结呢是一个日文结 大家可能看不懂这个文字 但是呢咱们就看这个数字猜就能猜出来 这种图结呢我们从这儿开始看 这个呢是列表 这种表呢是从上 从下往上看的 你看就是第一圈第二圈一直到第十三圈 我们看这上面 这上面呢一个插号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看第一圈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插号 也就是说第一圈呢我们是要圈起六个短针 然后来看 这上面呢这个第二数列表示的就是它的帧数 起六个短针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圈 第二圈呢跟第一圈的勾法是一样的 我们数一下也是有六个短针 看第三圈 第三圈这个符号呢它的意思是短针加针 就是咱们在用文字图结的话 我们一般用V来表示短针加针是吧 像这样的符号图结 用这个来表示短针加针 那第三圈呢我们是勾一个两个两个短针加针 两个短针两个短针加针 这样呢我们一共加针四次 第三圈勾完之后呢是十针 来咱们来看 这个这一这一列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第三圈四目增 它表示的是加的针数 就是说第三圈呢它加了四针 其实我也是猜的 但是这上面的字是汉字是吧 应该能看出来 你看这个这个第二圈第二圈的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不加不减是吧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也看不出来 但是呢从第一圈到第二圈 它的针数是没有变化的嘛 你看我这就是业语选手 咱们讲到第三圈来看第四圈 第四圈呢我们看一下 它呢是小插号 那插号呢就是短针 我们数一下呢一共是有十个短针 那这就是第四圈 那这就是第四圈呢 那这就是第四圈呢 勾完之后呢是有十针 然后它后面这个后面表示的是加减针的数量嘛 这个意思还是不加不减对吧 然后我们看第五圈 第五圈呢是一个插号 就是一个短针 一个这样是一个短针加针 再接下来我们勾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短针 再勾一个短针加针 再勾一个短针 也就是说这个第五圈呢 咱们呢是总共加了两次 就是二目增嘛 总共是加了两次 我们看第七圈 哎这是第五圈了是不是 我们看第六圈 第六圈呢 圈是勾短针是吧 第六圈呢是不加不减的勾十二个短针 然后再往上面 再往上面 这第六圈接下来之后呢 第七圈就在这儿了 咱们从这儿来看 这个还是短针加针 好我们来看一下是 一个短针加针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一个短针 这个呢也就是咱们平时 文字图解中 X V 然后乘一几 是那个意思 它呢一共是勾几组 我们看 一组 两组 三组 四组 五组 六组 也就是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我们呢一共勾六组 这样呢 勾出来 总共是十八针 那增加了五针 增加了六针 一二三四五六 增加六针 然后接下来 从第八圈到第十二圈 这个呢 估法呢都是一样的 我们这儿呢 需要学习一个新的针法 这个符号 表示的是枣形针 所以咱们这一集许完呢 大家要学会这个造型针 还要学会看这样的图解 然后接下来 我们还有一个新的符号 我们看这上面 第十三圈 第十三圈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 咱们给前面对比一下 是吧 这个符号 它呢是短针减针的意思 那这十三圈呢 第十三圈呢 它就是勾了一圈的 短针减针 是吧 那这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图解 怎么来看 那这个图解呢 还有一个部分呢 是鼻子部分 鼻子部分 这个就很简单了 我们按照这个图解的看法 这第一圈 它是四个插号 就是勾四个短针 第二圈呢 也勾四个短针 针目呢都是四 然后是不加不减的 关于配色呢 我们用到 咱们用三种颜色 这个 这个部分 这叫什么 脸部 用白色 然后身体部分呢 大家呢 可以用着灰色 或者说其他的颜色 鼻子部分呢 最好用着红色 这样的非常好看 眼睛呢 像我这个 我用的是 嗯 其实我用的是定位猪针 因为 可以用黑线来缝 或者说呢 用非常小的这种柱子 我那儿没有找到 所以我直接插了一个定位猪针 好 那现在 咱们来学习吧 我教大家的时候呢 我会用 中粗的线来教 因为这样 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关于配色呢 我也是用 尽量能 能让大家看清楚的颜色 咱们先来学习 圈旗的方法 第一圈呢 是圈旗六个短针 把线呢 在自己左手的食指上 我们绕两圈 那这个图结呢 在我视频片头 有地址 大家呢 可以去下载一下 勾针 插入线里面 把线呢 勾出来 现在呢 我们另一个 鞭子针 好 现在呢 咱们要在这个圈里面呢 勾六个短针 第二来看 短针的勾法 勾针插入 绕线出来 等会儿哦 再插一次 插入 绕线出来 绕线穿过 两个线圈 好 这样呢 咱们就勾好了 一个短针了 咱们在 短针 形成的这个针目上面呢 什么叫针目 来看一下 勾完短针之后呢 在这个短针的右上角 都会有这样一个小辫子 这个小辫子呢 就是它的针目 咱们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做一个记号 这个呢 是每一圈引拔的位置 接下来 还在这个洞里面呢 我们再勾一个短针 两个了 要勾六个 三 四 五 六 好 这样呢 我们勾了六个短针 那下来 大家来看一下 圈起的话 收口是怎么收口的 咱们把这个 最先留的这个小线头呢 咱们拉动一下 观察着上面这两根线 哪一根线在活动 这一根是吧 我们先拉动 活动的这一根线 再拉对线 留的这个小线头 这样呢 就抽紧了 大家呢 拉的稍微紧一点 这样 第一圈的中间呢 是没有洞洞的 把钩针插入进去 接号扣取下来 咱们引拔结束第一圈 第二来看引拔针的勾法 勾针插入 绕线出来 再直接绕线穿过勾针上 这个线圈 引拔呢 也会形成这样一个小辫子 对吧 咱们要把它给抽紧 那第一圈扣完之后呢 新手朋友一定要数一下 看这上面是不是六个辫子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辫子就对了 好 现在我们看第二圈 第二圈呢 它仍然是勾六个短针 对吧 好 我们来勾一下 立一个辫子针 每一圈呢 都要先立个辫子针 作为起立针 接下来 在每个辫子里面呢 咱们都雇一个短针 新手呢 注意 在第一个短针上面呢 咱们最后呢 是做一个记号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第二圈呢 六个短针呢 咱们就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再做 记号这个地方呢 咱们引拔结束 当然帧数比较少的话呢 其实勾着不太好勾 是不是 一定要记住 是在这个地方 做引拔的 做记号这个地方 拉紧 好了 这样呢 前两圈呢 就勾好了 那最先留的这个线头呢 咱们可以把它给剪掉了 我们现在看第三圈 刚才图解给大家 已经说过了 第三圈呢 我们的勾法呢 是勾两个短针加针 勾两个短针 然后接下来再勾两个短针加针 咱们来勾一下 先立一个辫子针 接下来 先勾两个短针加针 大家看短针加针的勾法 咱们就是在这一个辫子里面呢 我们连续勾两个短针 勾了一个短针了是吧 在这上面呢 我们做一个记号 然后还在刚才勾短针的这个辫子里插针 进去 我们再勾一个短针 这样呢 就是一个短针加针了 要勾两个短针加针是吧 一个短针加针了 好 这样是两个短针加针 接下来呢 是两个短针 一 二 好了之后呢 再来 再来两个短针加针 一个 是一针了 两针 完成了一个短针加针了 再来 一针 两针 两针 好了 现在呢 咱们引拔结束这一圈 把引拔形成这个小辫子呢 给抽紧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圈 第四圈呢 是不加不减的勾十个短针 大家呢 来看我示范 另一个辫子针 接下来呢 咱们在 每一个辫子里面呢 都勾一个短针 新手朋友呢 最好在前几圈勾完之后呢 每一圈呢 都数一下针数 以免出错 两针了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一把 结束 来 三角 好了 我再往下面看看第五圈 第五圈呢 咱们是勾一个短针 勾一个短针加针 接下来呢 应该是勾一二三四五六 勾六个短针 再勾一个短针加针 再勾一个短针 实际上这个第五圈 也就是在刚开始勾的时候 是勾一个短针 勾一个短针加针 在结尾部分倒数第二针的地方呢 再短针加针一次 是吧 来 咱们来勾吧 先来勾一个短针 另一个辫子针 这是每一圈都要的 接下来呢 我们勾一个短针 在这个上面呢 做一个记号 下面呢 是一个短针加针 就是在这一个辫子里面 勾两个短针 再接下来是六个短针 是吧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好 下面呢 是一个短针加针 再来一个短针 好 这一圈呢 够好了 银巴结束 我多拿点毛线出来 这块毛线我店里正在 就刚推出来 就这种 这是中粗的 然后四股的线 之前卖的很好 后来 中间不是停了吗 现在刚上架 是 该第六圈了 第六圈呢 咱们是勾一圈 不加不减的短针 足够呢 是勾十二个短针 十二个短针 等会儿 我是不能看到其他东西在这摆 好 十二个 来 咱们来勾 一个 做记号 两个 两个 三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大家能听到下面 广场舞大妈跳舞的声音吗 十二 好了 勾好了 好 现在咱看第七圈啊 嗯 第七圈呢 它是 一个 短针 一个 哎 忘给大家说了 是不是 你看看这个图景啊 嗯 从第七圈开始 咱们是怎么来看的 我们不是说从这儿开始往看的 是从哪儿开始看的 大家观察 中间呢 有辫子针这个地方 从这儿开始看的 然后这一圈呢 是从这儿开始看 是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这样重复 六组 啊 是这样 然后这一圈 你看第八圈是吧 第八圈 它也是从这儿开始看 这一圈呢 是从这儿开始看 这一圈从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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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都是从这个 立的辫子针 立的锁针这儿开始看的 那我们勾第七圈吧 第七圈是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 加针 这样重复勾 六组 我们要换线了 大家呢 要换成 你们要换成 就自己喜欢的颜色吧 灰色 或者是 咖啡色 都可以 我来换一个 其他的颜色 来 咱们来看换色 把这个 换的颜色的线呢 挂在钩针上面 从这个里面呢 插入一下 原来这个颜色的线 要拉紧 我这个颜色 搭配出来 肯定特别怪 我每次都是 基本上这两种颜色 因为我实验了 这两种颜色 好好清楚 来先立一个辫子针 接下来 咱们开始勾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 加针 勾的时候 大家看 这两个颜色的线头 是吧 咱们都放在 勾针上面 这样呢 可以边勾 边藏线 好 一个 短针了 接下来 来一个短针 加针 前几针呢 我们都是 把这两个线头呢 都放在勾针上面 这样呢 其实就是 当成一组了 是吧 我们勾六组 再来一个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 加针 两组 好 这个线呢 藏几次之后呢 就不会断开了 我们就可以 把它呢 给断掉 放一遍 放一遍 好了 两组了 咱们继续往下面勾 勾一个短针 再来一个短针 加针 这是三组了 短针 短针 加针 我这个线 拆过一次 怪不得呢 短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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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针 然后再来 短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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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短针 加针 好了 勾好了 咱们 引发结束 那这一圈呢 就勾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一圈 这一圈呢 就是 要正点教大家 因为 很多朋友 不会勾这个 就是 不会勾这个 枣形针 再来看这一圈啊 也是从这开始看的 是不是 它先立一个锁针 然后接下来 勾一个短针 是不是 勾完短针之后呢 接下来是 勾一个 锁针 勾一个枣形针 勾一个锁针 再来勾一个短针 也就是说 它这个呢 是一个短针 一个枣形针 这样间隔来勾的 它勾出来之后呢 我们一共呢 是勾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个枣形针 九个短针 加起来呢 还是这个十八针 第七圈的 十八针 好 咱们来勾 先立一个辫子针 接下来 第一个辫子里面 我们是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第二个辫子里面 我们勾枣形针 而且这个呢 是长针的 枣形针 大家来看哦 枣形针 那枣形针之前呢 是先要勾一个锁针 是吧 一个锁针 一个枣形针 一个锁针 好 记住了 锁针 接下来一个长 一个枣形针 大家来看哦 绕一次线 从这个辫子里插入 绕线出来 绕线穿过 两个线圈 哎呀 我要给大家说一点 大家看 咱们看这个枣形针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看一下 它是几个长针组成的枣形针 因为我们看这个 就看几道就行了 这是上面是不是四道 四道的话 就是四个长针组成的枣形针 好 这个是这样的 咱们现在是勾了一个了 再来 插入绕线出来 两个 插入绕线出来 三个 我数了三个 指的是咱们勾了三个 长针的未完成针了 四个 接下来一下子绕线 穿过所有这些 咱们就完成了一个枣形针了 枣形针之后呢 再一个锁针 那在下一个辫子里面呢 我们勾一个 短针 勾完这个短针之后呢 再来重复 再来重复 一个锁针 在这个辫子里我们再勾一个枣形针 再给大家示范一遍 绕线 穿过前两个线圈 这样呢 是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咱们勾四个这样的 两个 三个 四个 好 四个勾完之后呢 一下子绕线 穿过来 再来一个锁针 在下一个辫子里 我们勾一个短针 勾完之后呢 在下个辫子里呢 还是勾这个 还是勾这个枣形针 这样我再给大家示范一个 这都是重复的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 四个 四个 下子穿过这些线圈 好 再来一个锁针 那这样咱们就勾好了几组了 是不是啊 好 我现在呢 再完整地给大家示范一组 就是从这个辫子 从这个短针开始 咱们是勾一个短针 好 这样来勾 一个短针 接下来开始勾 枣形针 枣形针之前 先立一个锁针 接下来勾这个 枣形针 一 一 等会儿啊 多挑一根线 稍微挑一根线 一 二 二 二 三 四 好 再来一个 这样一个枣形针 接下来是一个锁针 这样呢就是完整的一组呢给大家示范好了 大家呢现在就按照这种方法 咱们把这一圈呢给勾好 那勾好之后呢 大家勾到这倒数第二针这儿吧 最后一组我也给大家示范一下吧 那现在呢还有最后一组了 这最后一组呢给大家也示范一下 一个短针 接下来是一个枣形针 一 二 二 三 你这个是不是多努力跟线 二 那第三个再来一遍吧 三 三 四 四 一次性穿过这些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另一个锁针 最后呢咱们在第一个辫子 它 那不是第一个辫子 老是老说错 在第一个短针它的它形成的这个小辫子 也就是这个第一个短针它的针目上面呢 咱们做一个记号 不是做一个记号 引拔 哎呀我今天是怎么了呀 引拔一下 好这样呢第一圈勾好了 我们看第二圈 不是第二圈 是下面这一圈 下面这一圈咱们从这开始看的 先立三个辫子针 接下来大家看到没有 这第一个枣形针呢 跟其他都不一样是吧 第一个枣形针它是三个长针组成的 因为它把我们最先立的这三个辫子呢 也当成一个长针了 所以呢这整体算下来是一个枣形针 然后接下来勾一个锁针 再来一个枣形针 一个锁针 那这一圈勾下来呢 也是有九个枣形针 但是 每一个但是中间不再间隔短针了 间隔成锁针 那枣形针的勾法是一样的 好咱们来勾 咱需要立三个辫子针是吧 接下来呢我们要在第一个辫子上面呢 我们要勾一个枣形针 这个辫子是那个辫子 是刚才咱们印拔的这个辫子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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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样一个枣形针呢就勾好了 然后我要在这上面 做一个记号 这个应该是这一圈头最后引拔的位置 一个枣形针 一个枣形针 中间呢隔一个锁针 接下来 我们要再勾一个枣形针 在哪呢 在 这一针上面 等一下有没有发现 我们看这个团件 看这一圈的枣形针都不在哪呢 这一圈的枣形针呢都勾在上一圈短针 形成的这个辫子上面 大家看 枣形针跟这个短针是对应的 是不是 这一圈的锁针呢都勾在上一圈的枣形针 形成的这个辫子上面 也就是拿实物来说的话 我们 这一圈呢 大家看 就是中间这些位置 中间这是短针形成的辫子 这个 这个 就是中间 凹下去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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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这个 这个最先弄过了 是不是 总共呢 在这上面呢 来勾枣形针的 总共是有九个 咱们先把九个数出来啊 一个 两个 三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九 九个数出来 然后 其余的地方呢 知道在这九个地方呢 是勾枣形针的 其他的用锁针 勾一下就行了 勾个锁针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咱们是在这个地方 勾枣形针 一 一 早停针还是这样的工法 二 三 四 好 好了 来 中间间隔一个辫子针 在下面 在下面一针勾在哪 都勾在 就是两个枣形针中间间隔 凹下去了这一个辫子上面 一 上面来勾 二 我勾这个枣形针 三 我平时都不怎么勾枣形针 四 勾得笨如笨球 四 好 再间隔一个辫子 再下一个 也就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勾个枣形针 一 一了 二 二 三 四 好 再间隔一个辫子 那接下来的早行针 大家自己来勾吧 因为早行针的勾法都是一样的是吧 我勾的也挺笨的 你看 再给大家指一遍这个早行针 都是在这儿勾 你看 这是一个 这是上一圈的早行针 是吧 上一圈早行针中间间隔的这个地方 在这儿来勾 还有再勾一个 这儿勾一个 这儿一个 这儿一个 还有 这儿一个 勾完之后呢 大家数一下 一共是有九个 就可以了 好 这一圈勾完之后 最后一个早行针勾完了 在最弦错记号这个地方呢 咱们一拔一下 现在我们看下一圈 下一圈呢是这一圈了 是吧 这一圈了 这一圈呢 它第一个早行针的 大家看 也是跟别的不一样 但是跟这个一样是吧 都是有三个锁针和三个长针这样来组成的 而且这一圈的早行针 大家仔细来观察的话 有没有发现 跟前面的是不一样的 前面这些早行针到最后都是封口的是吧 而这个呢 而这几圈呢 都是敞开的是吧 它呢是有区别的 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像这些封口的这种早行针呢 它都是在短针或者是中长针或者长针 不管什么针吧 反正呢是在辫子针上面来勾的 而这些不封口的呢 它呢是在锁针上面 就是它并不穿过一个辫子 而是呢 它直接呢 就是从这种洞里面 这样 这样穿进去来勾的 那就这个小刺猬而言呢 那这些早行针呢 它都是穿过的是上一圈锁针 形成这些洞洞来勾的 咱们先找出来 这也是九个锁针 咱们先找出来这九个锁针的位置 给大家指一遍 锁针的勾法 就是 我要先讲个东西 咱们找到它的位置 这样 这是咱们引发的位置 是不是 总共九个是在这儿勾的 这儿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5 6 7 8 9 反正我们是看到洞洞 就勾一个 这样来勾的 好了 现在呢 咱们来勾第一个 三个 三个是吧 三个 然后接下来咱们勾 这是第一个洞里面 一 一 一 二 三 和前面这个辫子 一起构成了一个枣形针 那枣形针 那枣形针跟枣形针之间呢 还是间隔一个锁针 间隔一个锁针 接下来第二个枣形针就是从这两个 这个洞里来勾的 第二个 那第二个开始呢 它就是有四个 厂正的未完成针来组成了二 二 四 再往下面勾的都是一样的 我都拿着线出来 勾好立个锁针 再往下面勾 再往下面勾 在这个洞里 再来勾 一 二 三 四 再立个锁针 在下面这个洞里 一 一 二 三 四 一个锁针 好了 那下面这几个第二个 自己来勾吧 还剩一二 三 四 五 五 还剩五个了 是吧 这五个呢 大家自己来勾 勾完之后呢 在这个上面引拔 结束 那这一圈最后一个锁针 那这一圈最后一个锁针构完之后呢 我们 我们在 这 这 早行针 第一个早行针 形成这个短针 辫子上面呢 引拔一下 好 这一圈呢 就勾好了 接下来这几圈 咱们勾这一圈是吧 接下来这两圈 就跟这一圈的勾法呢 是一模一样了 咱们来看看这一圈 这一圈的第一针 第一个早行针呢 它还是有三个辫子针 以及三个长针的未完成针来组成 接下来一个早行针之后呢 我们间隔一个锁针 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 早行针是勾在两个 这一圈的早行针呢 是勾在上一圈 两个早行针中间 再一圈呢 还是有同样的方法 来给大家说一下 还是先给大家指一下 咱们这个早行针的位置 大家得数出来 一共是有九个 咱现在数一下啊 在这儿勾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 六 七 八 九 好 刚好是九个了 来 现在给大家示范 为什么每一圈我都要数呢 因为我最先勾这个小刺猬的时候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 勾到最后少了一个早行针 所以大家呢 都来数一下 先来列三个辫子针 然后接下来 第一个早行针在这个洞里 是吧 一 二 三 那第一个早行针呢 是三个嘛 好 大家可以在这个上面 你要我前两圈都忘了 在这个上面做个记号 这是最后引发的位置 好 现在呢 中间间隔一个锁针 开始在第二个勾造型针的地方了 咱们勾造型针 一 一 二 三 四 再间隔一个锁针 那接下来第二次来 自己来勾吧 就在这个刚才给大家指出来的地方 咱们勾造型针就行了 勾完之后呢 再做记号这个地方呢 引发结束这一圈 那这一圈勾好之后呢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 那算了 下一圈再给大家说说开头吧 那这一圈勾到最后 我们引吧 我给下一圈呢 开头 给大家说一下 下一圈给这一圈呢 是一模一样的 咱们先立三个辫子针 接下来 还是给大家说 勾 这个 早行针的位置 一共是9个 第25号位置 要说勾是9个 第一个在这儿勾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五 六 七 八 九 给大家示范一个 一 一 没有 没有对准交 一 二 三 再加上最先那个锁针 这是一个早行针 在下面这个洞里 我们勾第二个早行针 一 二 三 四 好 勾完早行针呢 勾一个锁针 接下来呢 就在这个洞里再勾 接下来呢 等一下就自己来勾吧 咱们找准勾早行针的位置 勾完之后呢 最后呢 咱们在这个辫子上面呢 第一个早行针 它形成这个辫子上面呢 一把结束这一圈 第十二圈勾好之后呢 是这个样子 现在呢我们看 第十三圈呢 咱们要勾一圈的 短针减针 这上面有吗 一共是一二三四 六四八九 九个短针减针嘛 所以咱们现在呢 要先来数一下 帧数 大家呢 只要按照这个来勾 帧数呢 是不会错的 这上面呢 应该是有十八个辫子 二 四 六 八 十 十二 四 十六 十八个辫子 那这样 如果大家呢 真的是前面都勾好了 到最后呢 发现自己 就十七个辫子 少一个 或者多一个呢 也不用拆掉 最后呢 那一针呢 不勾成 短针的减针就行了 下一次勾的时候 注意一点就可以了 咱们另一个 辫子针 看短针减针 勾针 从辫子里插入 绕线出来 再从下一个辫子里插入 绕线出来 绕线 一次性穿过 这两个线圈 这上面的所有线圈 这个就是一个 短针减针 再给大家示 示范一个 绕线出来 再从下个辫子里插入 绕线出来 勾针绕线 一次性脱过三个线圈 两个了 三个 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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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 六个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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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13 12 12 14 15 15 后面 后面它应该是 没有这个动的是吧 这个是怎么弄的呢 我先给这上面穿上线 穿上针 来穿上之后 大家来看 咱们呢 这个方向 这叫逆时针 这个方向来 我们直条 最后 形成了这个小辫子 是吧 这一圈小辫子 直条靠里面这根线 每一个都是 直条靠里的这根线 是吧 这一圈小辫子 是吧 就是 是吧 这样缝一圈之后呢 我们把它拉紧 拉紧这个洞洞就没有了 等一下在里面肯定塞得有甜充棉 把这个线呢 在这个中间 我们随便穿几针 断线就可以了 这个是身体部分 身体部分 当然这上面 这前面勾出来的 有的缝隙呢 这是比较大一些的 是不是 等一下再勾 可以最后呢 再把这个枣形针呢 再稍微的调整一下下 就可以了 我旁边扯一下嘛 我这个可能给大家示范的时候 我看了手机屏幕 然后这个松紧度没有调整好 枣形针呢 它呢 是 你这个拉紧的时候 拉的稍微长一点点 这个枣形针呢 就更明显一点点 我们塞棉花的时候呢 也边塞边调整一下 好 现在我们看 这个部位 哪个部位 鼻子 鼻子这个部位呢 刚才咱们也看这个图结了 它就是有两圈 第一圈呢 是圈起四个短针 第二圈呢 是不加不醒的 鼻子的短针 一定要示范一下 嗯 我用这个绿色的线呢 给大家做示范 咱们圈起 跟身体部位呢 圈起的方法是一样的 不过就是这个呢 是四个短针 一个 在这上面可以做记号 两个 三个 四个 那鼻子部分呢 不好勾的一点呢 就是它这个 针数太少了 所以勾的第二圈的时候呢 就不太好勾了 拉紧之后呢 我们直接呢 可以把这个线的给断了 断掉 在这边 拔一下 哎呦 我是勾的有多紧呢 这是第一圈 四针一二三四 好 看第二圈 也是勾四针 一二 三 四 在第一圈这个位置呢 咱们引瓣一下 特别不好勾是不是 那现在大家注意 咱们是反面窗外的 是吧 反面的纹理是不清楚的 我们这个勾好之后呢 咱们 咱们还要把它给反过来 我是 最不喜欢勾 针数少的 这样我自己反吧 省得大家看着我笨手笨 好了 快反过来了 咱们把它给反过来 纹理清晰的一面 在外面 好了 断线 大家要留一段 留一段比较长的线 因为我们要进行缝合 好了 现在鼻子也够好了 我来看一下身体部分 鼻子 那够好之后呢 咱们就剩这个眼睛了 眼睛大家可以用黑色的线呢 缝两针 也可以 或者呢 找这种很小的珠子 把它给缝进去就好了 那这一集呢 关于这个小刺猬的教程 咱们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集见吧 拜拜 咱们 phrases 我们下集见 咱们